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說 黨主席國民黨的朱立倫 他是說這個其實國民黨的內歸 排黑其實排得很嚴格 比民進黨還要嚴格 結果呢 南投現場林明貞 他會選二審判決有罪確定 徐耀昌圖立罪 傅崑奇炒股案 而且他去做啦 回來之後還這個同舟計畫 哇 盛大歡迎啦 來桃園的議長邱逸勝 貪污罪二審判決九年啦等等的 新竹最近很紅的 許修睿跑去支持高洪安的 苗栗的中東井 新北議員周盛考 國民黨中常委蕭景天 這個最厲害 他殺警 然後還毀損屍體 我的天啊 這個罪名實在是太神奇了 欸 國民黨這麼嚴格在反黑 結果還不是提了一大堆人 那現在接下來的問題是說 請問要不要 支持邱逸森 選議長 請問要不要支持許修睿 選議長 然後要不要開除蕭景田為中常委 沒有啦沒有啦 這個都有點混淆視聽啦 魚目混注 我先講那個蕭景田我 提一下就好 蕭景田他那個殺警案 他涉入殺警案那個案子 但不是他殺警啦 對啊這個要搞清楚 他被判警 但是是 他是毀 侮辱屍體 不是 那個好像搬運屍體之類的啦 不是他殺警啦 他殺警 可能搞不好現在他還在關 好 沒有啦 都嚴重 所以協助搬運屍體 OK的 當然不行啊 都犯罪了 他也付出代價了嘛 好啦 這個我覺得民進黨最近在打這一題 我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都有排黑條款 但是排黑條款的規定 適不適合用於更生人 就事實上民進黨也一樣 我因為這個議題 我也特別去研究了民進黨 我舉例啦 譬如說台北市議員 這剛剛當選一個叫王孝偉 民進黨的 他過去強盜案 對啊 但是是幾十年前 他現在他也是被 可以這個什麼 參與初選 然後甚至現在選上這個議員 所以我會說 國民兩黨都一樣 事實上對於更生人 就國民黨黨章裡面 事實上是沒有規範這一部分的 就是說如果你是要黨員 然後犯了重大犯罪 這個時候你才會被剝奪 你的這個參與初選的權利等等 那這些案子裡面 有的是後來三審 就是無罪了 或者是他是更生人 就是說他已經服過刑了等等 所以他們在沒有違反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反黑的這個條款 所以說他們事實上是可以 這個參選 你剛剛問我說 這個議長可不可以 他們是有權利的 所以國民黨不會支持這個修正案 黑金槍毒判刑確定通通 不是黑金這個案子 這個第一個我先要講 就是說國民黨裡面所有 就黨團的意見如何 我不敢說啦 當然這個曾明忠總召 他有特別講說有些疑慮 比如說你更生人的參政權等等 可是我要講 這個只有國民黨 關注這件事情嗎 我前幾天跟民進黨這個 跟俊憲委員在同意 這個台南的這個立委郭國文 我跟他同台啊 他也講了啊 他說這個法通過 那這個什麼 這個更生人的參政權 這憲法賦予的 會不會違反的等等 黨內自己都有這樣的疑慮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那如果民進黨覺得這個 這個條款很重要 這個修法很重要 怎麼會到現在執政都快 快再結束了 現在才提出來 因為1949年開始 是國民黨一黨獨大 也沒有修啊 那現在發現這個是個問題的時候 現在開始修 國民黨到底要不要修啦 那國民黨會不會提一個更生人 就是這個選罷法的修正 然後並且搭配著更生人參政保護條款 一起上 我坦白講 譬如說也有人問那個王洪威 王洪威說到原則上他支持的 同意的嘛 那這個是民進黨現在在立法院已經過半了 他一個黨就算民進黨 就算國民黨阻擾 民進黨硬要過還是過得了嘛 沒有這些都是藉口 所以我會說 這個都是藉口 因為立法院其實都要朝野協商 沒有都要啦 都要 所以如果有人要卡關的時候 其實很困難 好啦 你說技術上可能讓時間拖延一點 可是真的要過 一定過得了啦 而且我們現在還有 還有接下來的會期 還也可以通過嘛 那我會說 如果民進黨真的要做這件事 就不要打假球 你就跟之前那個什麼 支持那個萊豬開放那種力道一樣 一樣過得了嘛 所以我當然這是 所以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態度啦 坦白講現在黨 有沒有要提版本 目前沒有啦 那接下來正式進入 我也不敢啦 不是 我在民進黨 你現在講這個 為什麼我在講 就是說這個 剛剛講到那個落跑 剛剛就 為什麼好像感覺民眾無感 我提出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說 過去民進黨的落跑者更多 那比如說過去的這個 我們現在賴副總統 他談談市長沒做完 就會做行政院長嘛 還沒就職就落跑的 就舉一個例子來 好 包含有陳菊市長 也是一樣啊 高雄市長沒做完就去 好 那另外一個比較接近這個例子 是黃國書 黃國書在2014年 為了要去接林佳龍 那個例子他也做了說明 有啦我知道 現在民進黨要拿這個 那個什麼 說當時黃國書 有啊 那時候他知道他要去參與補檢 他就叫大家選民 不要支持我 投給另外 這個對於選民而言 第一個太複雜 第二個聽不下去啦 就是說 所以選民不會在意 即便性質有點不一樣 本質是一樣的啦 所以你哪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是態度 黃國書對於這個 大家質疑的落跑這個事情 他是有道歉的 道歉了 就是說坦白講這也是黨 因為要徵召他 就是大家需要他來補選這一席 所以說他也是在千百個不願意之下 承受這個責任 所以就OK了 對 所以說我認為當然 當然這個所有的落跑都不好 可是我覺得他的正當性還稍微足一點 都被苛責性低一點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議題打不起來 主要是這個原因嘛 好今天要讓黃子澤領的通告費沒有白領 還有一個問題要請 讓黃子澤 這麼多 對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呢朱立文他有說 就是國民黨自己的規定 其實是最嚴格的 所以一審有罪就會除名 可是為什麼他們都沒有被除名 沒有我剛才解釋過了嘛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是有這個條款 但是就他這裡面案子 就時間過了我們就不除了 對就是說更生人的部分 就如果他已經服過刑了 這更生人的部分 國民兩黨都一樣 我剛才舉了王孝偉的例子嘛 不然他怎麼可能再被提名 這個參選台北市議員 更生人的部分確實沒有適用 就是說如果你是黨人 然後在黨員的身份的時候 犯了這些罪 然後呢你就不能參與這個 黨內的公職選舉等等 是這樣子的原因 那像我剛剛講裡面案子 裡面案子像有已經是服過刑的 或者說他三審 他後來三審判無罪的等等 所以民進黨現在有點余目混珠啦 那為什麼王宏偉要打黃成國 黃成國不是三十年前的案子嗎 他不是更生人嗎 黃成國當然也是更生人 對啊 那為什麼要打他 是啦 但是黃成國 今天變黃子澤專訪 下一個都好都好 我也想停止這個發想 沒有 我跟你講 黃成國對我而言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你知道 2011年蔡英文總統上來之後 把他任命為國策顧問 他辭了不行就 這是我知道 現在我們要問就是 你為什麼要聘他 他辭當然可以 可是你有沒有對社會做出解釋 或者說道歉 黃成國不是不好 他是更生人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當時在領選國策顧問的時候 他有幾個條件 要麼是重要官員卸任人 社會傑出人士 或對國家有重大貢獻 不是 看不出來他到底哪一點啊 不是 他辭了之後呢 然後還要追究說 你怎麼可以當出那 那是因為有趙介佑的 欸 蕭景田是現在 都還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他已經 我就說他是更生人 他已經不不行了 好 所以更生人就是 藍的可以更生人都OK 綠的 黃成國你是更生人你不行 這個標準我覺得就有一點 有一點沒有放在同一個天秤上面 黃成國是做中常委啊 我們要看下一張 下一張換個話題 因為一直糾纏在這個 黑道這個話題裡面呢 要修法 欸 國民黨也沒有版本出來 那你民進黨自己去修 就是不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交集啦 好 來 我們要來看民進黨在敗選之後 有新的這個進度 這個進度呢就是 副總統賴清德他已經表態 他要參選民進黨的黨主席 民進黨的黨主席是1月15號要投票啦 那還沒有其他人要選還不知道 因為下個禮拜才會開始進行 黨主席參選的登記 但是因為賴清德的參選的表態 其實內部這個 他也問過很多人的意見啦 我要這個要請教迪西的 迪西的郡憲 正反兩邊的意見 是大致如何 然後賴清德最後決定要參選的 關鍵是什麼 第一個賴清德在選 那時候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嘛 因為民黨大敗 然後總統吃掉了黨主席 那黨主席補選的問題 這個立刻就浮現嘛 那賴清德自己在黨內的高度 責任他自己也很清楚啦 所以一定會討論到這一點 那一定會有人來勸勁也有反對 那賴清德大概 就我了解他跟民進黨內的一些 中壯世代都有談過啦 張文燦林佳龍等等 各派系都有談過 他甚至也問了一些 就民間的友人 贊成反對都有 那重點在這裡啦 民進黨其實所有的目標 就是要贏得2024嘛 那2024要贏的話 那賴清德要不要選黨主席 那如果你不選 那誰來選 會對2024最好 所以我想他是經過這樣的一個考量 那所有的建立都有正反啦 你說他選有沒有好處 有嘛 那有沒有不好的地方都有 大部分的人都是考量他 就是說你選黨主席 你就會介入一些派系啦 就是怕你受傷啦 會介入一些很繁雜的事情 那其實不要怕受傷啦 打2024這麼困難的選舉對不對 國務黨現在最強的戰將朱立倫 已經要出來了 對啊 不是很多 還有侯友宜市長也很強啊 你歡迎助理 我說很多都很強 你是黨的幹部 你要支持朱主席 表迫你 所以這個時候 民進黨一定要趕快整隊嘛 趕快從失敗中要趕快站起來 我想賴清德 這個要選黨主席 不是突然間想到 他一定也是從敗選以後一直到現在 他也有很長時間的一個考量 不過既然你賴清德決定參選了 那責任挑戰就在你這裡 剛剛我們提的那些他可能會 必須處理的一些很繁雜的事情 那就是你展現你的調和 還有展現你 你處理這些繁雜事情的一個領導能力的時候 對 展現出來給黨看 給支持者看 趕快重新建立支持者的信心 我覺得倒是 因為他本來是副總統這個位子 就是說他比較沒有什麼樣子的 特別的角色可以施力 那如果要參選黨主席的話 其實可以藉此機會來展現他 作為一個接棒者 領導人這樣子的協調也好 溝通也好 然後讓各個派系都能夠和平相處 這樣調和鼎耐 這樣子的能耐 那這樣子的能耐 其實更有助於底下的支持者的凝聚力 只是說那其他的中生代呢 中生代的包括了像是什麼鄭文燦 然後林宥昌 彭蒙安 這些人的這些角色和位置呢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 必須要跟小英總統來討論 因為畢竟總統大概還是有最大的 對黨的一個協調整合的能力 看要怎麼樣的工作分配 對未來的民進黨戰力是最好的 我是覺得這個是大家的事情 內閣會改組嗎 內閣改組在這個會期結束以後 其實是一個內閣改組的時候 就是總預算審完 那改組大概是 你是換葛葵的全部改組 還是局部的改組 你覺得咧 這是在於總統的一個考量 那你覺得咧 我個人覺得如果你要有一個全新不一樣的開始 還是說覺得蘇內閣還可以延續 我認為都是困難的選擇 這個有權力的人 我就覺得像賴清德 像小英總統 大家必須要很開誠不公開討論 那賴清德覺得咧 他是沒有這個權力啊 好啦 東豪 那東豪 要問國民黨覺得嗎 不用這個跳過 來 東豪 你覺得就是說賴清德 他現在站到第一線來了 當然有可能會得分 也有可能會受傷 這個就是雙面 看他要怎麼樣的處理 那中生代這些人 應該要放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或者是說 因為內閣到底要不要改組 也被大家討論 你認為 我直接倒過來講 內閣當然改組 因為徐國勇都請辭了 他當然會改組 那現在是改組的幅度多大 蘇英昌會不會換 我覺得可能短時間之內還不會 賴清德在選候的時候 就有透過人去找文燦 那個時候論文的事情還沒發生 但是論文的事情 大概在選前的時候 大概民進黨高層都知道 因為文燦有主動報告 因為被學人會約談 所以就知道說不妙 但是真正翻出來是選候的事情 那台大也要求社科院選前不准 做出任何的動作 所以台大這次校方是這樣子做 好 那之前小英 其實有密切的聯繫了中生代 因為在敗選那天 他有講中生代要扛責任 對 本來文燦應該可以 鄭文燦應該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但是因為論文的事情 他二度受傷 所以比如說 有一些人在談說 鄭文燦有沒有可能去登記黨主席 這個事情就不用談了 因為他二度受傷 對 這個事情連動到賴清德的最後決定 因為文燦大概就不方便 那賴清德才正式說 這個考慮黨主席的事情 在他公佈之前 其實他也跟小英談過 他在思考這個事情 那鄭文燦也知道 如果 我要再講一次 如果沒有論文的話 也許你看到的是賴清德支持鄭文燦 鄭文燦 鄭文燦我沒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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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個人判斷 入閣的可能性相對高 相對高 因為民進黨2024一定 一定是一場硬仗 對 所以所有的中生代 包括林佳龍 林佳龍都受傷 實際上還是要各就各位 但是做出來給社會的印象 不要認為是這一批人在分位置 是你必須要就戰鬥位置 對 我覺得其實就是 你不要讓人家覺得是你在分位置 這是個關鍵 能不能夠給社會一個新的印象 那對蘇貞昌來講 早晚要交棒 那蘇貞昌也好 蔡英文總統也好 就是你要怎麼交棒會漂亮 對於小英總統也一樣 怎麼交棒會漂亮 為什麼我講交棒這個事情 因為你注意台灣有一個 有一個慣例還沒被打破 從民選總統以來 不管是哪一黨 總統都連任 對 可是民選總統以來 每一次連任總統要交棒都失敗 李登輝交棒也給連戰士失敗 阿扁要交棒 那次不要講了 因為林佳龍出了很多事情 所以當然交不了棒 馬英九的時候也是 2014把朱立倫的那個 敵長子的位置 一夕之間殲滅掉 賴清德一定要記得 2014的國民黨 2014的國民黨 犯人最大的一個錯是 因為2014大敗到2016年的時候 所有國民黨的男生都不見了 是露姐摔 剩下紅袖住了 我講不是要講 就是說國民黨在2014之後 連面對的勇氣都不見了 所以賴清 所以賴清德不錯 他就立刻出來承擔 所以你不要再想說 碰黨務會受傷 沒有 沒有那個空間 你就是要擔起來 會不會受傷 當然會受傷 因為黨務的事情哪有那麼好 那麼容易 但是要得分 也是要從中得分 但是你就是要扛 朱立倫的光環為什麼會消失 跟2014之後 2016不敢面對 的確其實各個政黨 都有自己內部的問題要面對 現在民進黨裡面看起來 人事上面的布局 鋪排等等會傷一些腦筋 國民黨裡面也的確會為了 接下來到底是朱立倫上 還是侯友宜上 還是盧秀燕上等等的 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些也會傷一陣子腦筋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